大家好 大家好 飛圍武術 由你講 李師傅你好 大家好 我們的答問時間就開始了 今天的問題就是這樣的 我們就整理了一個問題 一個朋友問是否經常聽人說 練武最重要是練功 請問在線上學習功功呢 要有好的效果 每天要練多長時間 才算是有效果的 其實練多長時間 就要一、二、二 實際上你當然要花多些時間 會進度去練習廣場一點 是的 譬如說 我們這個效果 他可能是一個他學過的 是 那他怎樣引入呢 譬如他是不是跟隨我們 全程演講的每一集 譬如說 我們全程演講的差不多 有幾分或一次 那他看了兩次之後 一載會變 那是否這樣的時間 會改變更好 你可以跟隨他的時間 也可以 也可以把數量慢慢增加 讓我練一次 因為我們的數量不太長 你可以練一次 練兩次、練三次 把數量慢慢加上都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線上的計劃 其實都是有一些時間 用到風 星期一、三 會播的時候 就會將我們的線上 基本功分為幾個步驟 如果我們跟隨這個進度去學 你再加的時候 應該都會有問題 其實我們一、三、五是有原因的 當你星期一學了的時候 你星期二可以做一個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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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這個問題 如果是一般來說 當然是早上好一點 但你可能要上班 可能要上班 可能要上班 我覺得如果你不能夠 在早上去調查 而你每天都能夠抽出 固定的時間 已經是十分之好的 固定時間 即是說 我通常會相信 會是 吃完飯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的練習 是比較容易的 OK 大家看這位朋友 聽師傅說 即是說 選擇這個時間 即是吃完飯之後 一個小時休息 是的 自己選擇 家裡最好的一個時間 那時候 現在小孩多 太多的時候 你靜心不去 可能你選擇 這個時間 時間長一點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即是加上我們的計劃 按照我們的傳情影片 都可以達到效果 那第三個問題 這個朋友問 你以前在家裡 陪一些小船 上網學功夫的健身 他問 一個六歲的孫 做一年班 你學功夫 你太小了嗎 其實我也是六、七歲 開始學功夫 哈哈哈哈 不過呢 如果你是一個小朋友 當然我們要看他的體能 他的理解能力 那在我們那個線上傳承計劃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有一個很簡單 很潛意的開始 那如果小朋友 他有興趣 應該慢慢從中引導他 或者陪他練習 可能第一 可以鍛鍊老身體 第二 也都會令到他 對這個孫術運動 是產生興趣的 即是可能是一個啟蒙 或者一個體肆吸引 去學一些基本的計劃 是的 這個計劃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 多謝大家欣賞 那就記得報名參加我們的工作方案 是的 我們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繼續學習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